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把屁拍的 常听过这样 常有这样的更迭 是吧 讲什么东西的时候就说 徐老师昨天被我逼迫 连看了五六集 是不是 对 我看了五六集 因为太多 说是什么网络 中国才多少人口 说六十亿人看了 那个次吧 吓死我六十亿是地球人口 不会吧 还是我胡说 那那就胡说 我怎么老子里有个什么网络点击什么六十亿 我有这么一个数据概念 我就是我自己没有主动看 但我朋友圈里不断的有人在说这个事 也是 还有人我说 你还说你看了没有特别好看什么 就是你没看也会听过他的传说 完全应该作为你拍照的一部分内容 是 昨天孩子陪着你一块看了 就看到两点钟 你说我一个孕妇这么晚睡觉 就是因为看这个东西 真的而且看 我刚刚跟你说我看那个片花的时候 哎呦 我觉得造型还真是电到我了 那个特别儒雅的那种造型 很很就很漂亮啊 你喜欢看吗 我觉得看两集还行 我但我是会觉得你要把五十多集都追完 我有点担心我的时间不够 但是看一看还是觉得 他们说是前面的不太好看 说要忍受前面的后面才会更好看 但你必须前面先要忍受就这样 那徐老师你忍了一晚上 现在可以发泄一下 我最近啊 我最近有个问题 就是说一直吃 常吃薯片 我以为你说最近吃素了 我就是看电视的时候 看球赛看什么时候 我就忍不住吃薯片 我突然发现薯片挺好吃的 couch potato 就是对对对 就是这个东西 我心里明明知道 它不是最高雅的食品 它不像红酒啊 或者是这种啊 你品红酒这种比较高雅的 它也不是最重要的食品 它不像吃饭 你要在火星上不就只能告诉我 那那他也不能跟吃饭比 而且晚上吃其实没好处 可是我最近就停不下来 就吃薯片 你是想说狼牙榜就是薯片 对 你觉得对健康没好处 对我来说啊 就是就是一个 就是这样的连续剧 假如要我看啊 我真的很开心 就像吃薯片一样 就是好处是没啥好处 但是就是很消磨时间 很开心 你不要我去动脑筋 去想它是一个电视剧啊 是一个文艺啊什么 那就比较累 就好像你去想薯片 里边有多少的这个卡路里啊 它对身体怎么样 对血糖胆库存怎么样 那就痛苦了吧 你就吃薯片就好吃啊 就是我现在看球的时候 我常常想人生活多少年啊 我又去拿一包薯片 好我估计我我估计 我要是代表这个狼牙榜的 这个粉丝 听了你这个评论呢 我们会说你啊 跟这个电视剧有格 就是王国为说的 他还是格 就是啊 那你呢你呢 我跟你说 我昨天晚上我看了两集啊 我的这个得到一个 很大的一个刺激 就是说我就是一开头 我看这个第一集的时候啊 你知道我一下子 我说我因为我先 他们告诉我年轻人爱看 征服90后 多少人 90后 对啊 就是年轻人们爱看 然后呢 我也想了解了解 因为我没有背景 国产剧我几乎不看 所以呢 我就也许想了解一下啊 结果我这一看 给我看晕了 你知道吗 我说现在这电视剧 这个节奏都这么快吗 我天哪 我说 跟抽风的似的 这这个 而且很多特效 你知道吗 哗哗哗哗 我等这么快 然后你知道 我马上就觉得 我说这玩意不对 我说这事 我说我老了 我说难道说 我真的老了 跟不上现在这个年轻人了吗 哎 你就不服 你知道吗 然后你知道吗 我瞬间 把这个大脑调整到高能模式 我全身管住的 我就看 你这是一乐 我跟你说 我一开始 我觉得这样太快 我都费解 看不懂 但是我这样高能模式之后 哗 我看下来 居然 看懂 看懂了 一直看到片尾 这个字幕一上来 21分钟片花 我看的 你搞的半天看了一片花 他们那个网上给我发来的那个 说写的第一集 人写了片花两个字 那个片花长达21分钟 他片 怪不得节奏你跟不上 对 然后我还觉得特别 这个沮丧 我说现在可能年轻人太节奏太快了 但是竟然我跟你说 对竟然你看懂 无比集中 我就 我全看 你等于是什么 就是把几十包薯片 放在一个高压锅里 断成一疙瘩 居然还吞下去了 对 我就说 我说 哎呀 说明我还不那么 还能跟得上今天年轻人的反应 结果一看 反应太快了 21分钟片花 他这个 现在都时髦宣传片剪 21分钟 我收到的那个 他就等于把五十几集的内容都告诉你了 差不多 我打几名吧 剧透了 这也就说明我的领悟能力 虽然我没看过小说 但我就看他的21分钟片花 基本上我就觉得 你知道吗 但我比你更强 我用快镜模式把21分钟片花看完了 你还是快镜是吧 你看的那 你看的第一集也是片花 你们这种才叫糟摊 这个薯片这种东西 就要慢慢吃慢慢吃的 你不能把他这么变压缩饼干就不行了 你们这样 不是我想赶紧知道后面什么事 知道后面事你就没乐趣了 连续剧就得慢慢的跟着他的节奏 就慢性自杀 对 你就得放松 就投降 你就跟着他的节奏 这么慢慢的 白日梦嘛 你们这次糟蹋了糟蹋了 蛮好的娱乐 我是不往下面看的 我是慢慢的往下面 你那么快见 看到最后小孩有没有踢你 有 他有一直在踢 我说一点一点一点 这样子过去看 我就大概想知道怎么回事 他发给我那个链接那个第一集啊 也是四十多分钟 为什么我发生这个误会啊 后来我反复呢 我就怎么看不懂啊 最后我发现呢 他这个第一集是21分钟的片花 放了两遍 四十多分钟 弄得我呀 顺兴那个我打不开 所以我是规规矩矩看电视的 对 你是老老实实看下来的 我觉得这狼牙棒的 狼牙棒的 狼牙棒的粉丝 这狼牙棒怎么样 节奏很慢 真的电视剧节奏很慢 觉得我们三个人跟他都有隔 我估计 是不是 我说是不是听我们这样说 觉得我们跟他都有隔 其实 我没有隔 因为呢 当你知道他的来由 你就能够知道 他是怎么回事 徐老师 我给你提供一个背景 你就知道了 这个是什么团队弄的呢 北平屋战士 我都看了 那个导演呢 叫孔生和李雪 好 然后呢 你只要看第一个镜头 狼牙格那个格主的发型 你就知道 这个是给年轻人看的 或者说他 他他他艺淫 不要不要艺淫吧 他就要服务年轻人 因为这是漫画那种 而且呢 偶像剧 你发现没有 偶像剧里边 古代人的帅哥的发型 这儿都得漂亮了 那个男主角呢 我以前看过他一电视剧 叫神话 穿越的 就他现代人 穿越到了这个 秦始皇的那个时候 还还认识这个 这个刘邦啊 什么张良啊 什么什么 就就这么一个脸 我说一看 挺熟悉的 那我昨天还学会了一个词 我还真的咕噜搞完 叫架空历史剧 对 知道 我以前真不知道什么 叫架空历史剧 原来他就是根本不讲 具体的这个背景 他就编嘛 对吧 但其实他还是讲了一个 一个朝代 而且呢 他虽然是架空 就是好像随便你想 但细节做的特别的 他骨子里呢不是历史剧 他骨子里还是武侠篇 还是武侠篇 真正的 但是他打戏不多的 打戏虽然不多 但是 但是其实还是一个 武侠篇的模式 还是江湖跟皇宫的 这个斗争 我越看越体会到 那个陈兵源那本书啊 写得好 陈兵源那本书的名字 第一 他的书名就叫 千古文人侠客梦 嗯 他说所有的侠客梦啊 其实是文人的梦 我一看昨天那个片子 我就 我就太明白了 你看看 这是真是文人的梦啊 文人都得带点咳嗽 带点咳嗽 身体没有 不太好 人在江湖上 外面有一点势力 但是 王朝 皇宫 最个事情都是他们来决定的哦 你要搞清楚 他权力之大 他们可以 而且他们立的一套 这个绑啊 这套标准啊 远高于皇庭 哎呦 那就等于是黑社会在制定游戏规则 他也不是黑社会 江湖 江湖 他也不是黑社会 哎 怎么能这样说 他里面是很知识分子的 他里面那个你看 谁说黑社会 也没知识了 江湖上本来就有一号叫剑客 他不是拿剑的那个剑 是健康的那个剑嘛 就是说他不一定是说功夫特别高 但是以德服人 然后能够 就是有很多人为他来效命 这种叫剑客 他是以 他是讲 就是这个 这个剑客的东西是文人的梦 我在里面那个状态 那太做文人在那个时代那太开心了 你想想看 你在专门的山上 有这么一个榜 全社会都要遵照你这个榜 朝廷里面两大派摆不平 要请你来 而且到你这里来求个计 还得付钱 看到没有 开关 你说现在咱政治上有什么事情 还会到 到少林寺来 这等于是盖洛普民意咨询中心 是吧 他是一个咨询机构 他是智库 等于是诺贝尔奖平 将委员会跟少林寺的相结合 对 也相当于今天的某种这个社会智库 对 80后的女作家 这是普通的打工人 这个梦想 太代表老百姓 我们中国人民的愿望了 所以我看到 我觉得这薯片 你认为这个海燕有点政治企图 是吗 不是 他呢 就是他想象 他想象大家喜欢这样的东西 结果他想象的是对的 你看网上也这么高的点击率 现在电视剧有这么多人看 就是说他制造的这个公众梦 制造的很成功 这个成功的地方 就是因为他迎合了很多人内心的需求 我觉得大家没想那么多 对 对 大家都想看 徐老师就是文革 他怎么混过来的 这是典型的阴谋家野心家 你知道吗 咱们从狼 狼牙棒上下来的 狼牙棒 你的狼牙棒理论 你给我发挥一下 没有没有 我就觉得说 大家都说他好 是因为他好像脱离了 过去那种宫廷斗争 有一些这个什么理想主义 我都没有看到 他说理想主义 我也没看到 宫廷斗争都还在吗 对不对 你觉得是一个什么 他刚才说是什么剧来的 武侠 武侠剧 我觉得是个偶像剧 我觉得是个谍战剧 偶像剧 你讲的不是文艺的类型 你讲的是商业演出制作模式 就不是 他你能意识到啊 他们这些人在干一件什么事 他就是要用证据的这个方法 要拍一个偶像剧 因为现在谁都要年轻观众 就是谁都解决一个问题 颜值颜值 对年轻观众要看我们的东西 然后你就看出来了 为什么说比较火呀 一个特征是网络特别火的小说 先抓这个 因为光这个网络小说的粉丝 就很重多 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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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弄呢 就是这种美颜值 对 这个帅哥 男神 搞点这个 年轻人不是好这口吗 但是呢 偶像剧我虽然没有看过 可是我也看过几眼 那都是往虚了拍 拍了特虚 但是他呢 是用这类似于证据的这个结构方式 甚至是对细节的这个考究 讲究 其实咱们看美剧的胃口啊 你们跟他们在跟我说 说是您说这玩意多考究 我因为没有对国剧了解的背景 所以我也就哈哈了 就是是很认识 看你跟什么比了 对我认为就是 其实我看了 我完全同意这个剧的导演 就是孔生和李雪 他们自我的评价 我完全同意 他们就说 他们觉得这个电视剧 就是一个各方面都发挥正常的 一个电视剧 但你觉得他会像你爱看的 那个权力的游戏那一类吗 差远了 不是 不能这样说 咱们先挖了一个坑 我真的挖了一个坑 来我们嘴 来我们嘴 香香三月请广告之后见 这就是我 那就是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咱们可以看看几个剧照 这个就说他们多么考究 你看脑袋上戴的还真是个玉 虽然是不是特别贵的玉 但也挺好看 然后这个衣服领子正确了 正确的这个诱人 然后这个其他剧都是错的 再看下边 就说这个衣服还是有所本的 根据中国古代的汉服 就因为它是虚设了一个历史 架空嘛 所以你哪个朝代不对 他就说他不是这个朝代 对对对 而且比如说这个拍戏的时候 有专门的这个礼仪老师 就是该行什么礼啊 怎么磕头啊 怎么这个鸡手啊 好像都是还挺讲究 而且呢 这我都是替他电视剧那方这么来说了 他们认为这东西赢在哪呢 就是为什么 要叫我觉得 就是因为我说 我没有看国剧的这个背景啊 要叫我觉得 就是像他导演说的 是一个各方面都发挥正常的一个电视剧 但是他要 但是他没有这么样的火呢 他就会说是什么 是什么回事呢 就是说 说是价值观 说是啊 你看啊 这里边有种 比如说啊 咱们见过那个什么 据说这个有一个大秦王朝 我也没看过 说是也挺好 当年汉武大帝 陈宝国演那个也挺有影响 再有就是那个康熙 不是康熙 雍正王朝 雍正王朝 康熙皇帝 二月和的雍正王朝 这些东西啊 你看出来没有 是中老年的趣味 就是看看这些个阴谋诡计 政治斗争 还有呢 就后来出现了一种这个宫斗 就宫斗 征环 征环 最高潮 征风吃醋 一帮女人征风吃醋 就觉得啊 这个这个怎么情怀比较low 老这么看情怀比较low 所以他们感觉自个儿啊 是把一种中华价值观 比如说讲的还是 这个匡扶正义啊 狭义情怀啊 兄弟情义啊 等等 把这个价值观 好像输入到这个故事里边 但是又呈现出于一个 精致偶像剧的一个外壳 武侠小说的三大主题 那也是陈平原总结 我不能略人自美 第一是平不平 就是说看到路见不平 大包不平 第二是立功名 就是为了皇朝做事情 他里边 那平不平 他一上来就讲了嘛 那个傻乎乎的王府 对不对 他要扶另外一个 那个立功名 你看他要扶佐 他要等于做诸葛亮的事业 但是归根结底 能够称得起一个长篇武侠的 是报恩仇 只有报恩仇的故事 才能一直写下去 你看到又看到后面 其实是一个恩仇 是一个是一个红二代 多年的冤仇 这个多年的冤仇 他是被称为中国版的基督山伯爵 你们看那个志愿军之子 是吧 红色的火的 这个军队的 所以就给徐老师带勾里去了 他被称为就是中国版的基督山伯爵嘛 就是怎么样变荣 然后去复仇 但是你说 没有我就说这个价值观这个 我反正看到可能我看的也短 因为我是快进模式 看到我看到那个时候 我还没有觉得特别能让我觉得他超越其他剧的 有价值观的 就你所谓兄弟情谊 在网上不是都被调侃成是激情四射 大家都还是带着娱乐的这种 这种眼光来看 我没有觉得他有超越其他的情怀 就是说实在的 也可能是太鲜声夺人了 我觉得是挺好吧 是不错吧 但是没有到他们吹的那个程度 但是其实真的是非常值得研究 如果说一个社会里边最最流行的 最多人看的这个电视剧 它正好是反映了这个观看人群的兴趣 平均文化水准跟价值观 跟大家共同的白日梦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代表了中国目前的平均的 无论是价值观审美趣味跟技术要求 跟都代表了 就好像权力的游戏 代表了目前西方世界欧美的一个平均水准 就是最大公约数 对 就等于说是你就可以通过狼牙榜了解到 现在这个年轻人或者大部分人 大部分观众他们的最大公约数 就我们都爱看嘛 那最大公约数就集中在这里边的各项颜值里边 对 是吧 中国现在这个影视剧作品最着急的一件事情 不就是说没有可输出的价值观吗 然后中国的这个电影作品出去 其实 就我在那个国外的时候 就问他们很多人就觉得说 他们看韩剧比看中国的剧更能够去接受 因为什么呢 因为韩剧它是讲现代的事情多 现代生活 你哪怕在中东那种跟他文化完全不相干的地方 他们愿意看韩剧 中国呢 他往外出的都是这种古装剧多一些 好像不一定能够很契合 当年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放过一个巴西的电视剧 讲一个什么女奴恨的2000多集呢 我记得没完没了 哎呦就我当时我有个印象就巴西人爱拍这种超长电视剧 就一个大脑门那女的一个一个一个大脑门 你你没印象吗 没印象 我记得有个剧叫诽谤 巴西还什么 女奴名字 我觉得我们先别操心 我们输出价值观 中国自己的市场这么大 随便一火 钱就一大堆了嘛 对不对 做妖剂啊 什么什么 中国现在自己的市场这么大 我觉得是是不用操心 现在满足内需 我们拉动内需 哎 他们就是说这个这个胡歌呀 现在火的一塌糊涂 就是说那个胡歌 现在有几个火的 就是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 但是呢 人家82年的 挺小的 哎呦 82年的 现在都快进养老院了 知道吗 就是 就说有个叫胡歌的 还有个叫霍建华的 还有个叫谁来着 你看我就忘了 叫多文涛的 我当他们输啊 反正仨 就是说这个 这些男男神 哎 现在女观众的兴趣 我觉得明显在主宰一切 我刚才不是就很含蓄的说了吗 我就是胡歌 刚一出来在片头的时候 我还被垫了一下 就觉得真的很好看呢 是你 你他这个颜值 现在不光是女的看 男的都看吗 啊 男的也看这个颜值 你不觉得吗 你还是觉得女的看得多是吧 对 女的看得多 对啊 我觉得你不能忽视女观众的这个兴趣 现在做电视节目的啊 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徐老师不要老讲政治 你知道吗 今天我觉得挺没辙的 就是说特别火的节目 你注意看啊 如果没有女的爱看你这个节目 你就悬了 那只有新闻时政了 但是你比如说 所有咱就说康熙来了 或者是什么奇葩说 或者什么啊 男观众当然是是很好的啊 但是我现在发现啊 要争取女观众 如果女观众不爱听你说话呀 您呢 基本上就靠边这样 女的好色是一直有的 我觉得 但是过去可能女人没有这个消费能力去耗这口 对 现在我们都有消费能力 很多女的喜欢看你千千三人行 你看 对 人家也喜欢大叔 你 你就 你这 女的就是色本身 你们这 最火热的就是你的颜色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在想一个问题哈 假如我们也拍一部戏像权力的游戏这样 就是说我们从文学的角度 不是政治的角度 从艺术的角度来讲 权力的游戏 为什么我们觉得它好呢 就是因为它里面没有一个好人 也没有个绝对的坏人 每个人都变得非常复杂 虽然它也是架空的 但是它的人性变得非常复杂 那假如有这么一个戏在中国演的话 很可能就没有狼牙榜这么 这么受欢迎 会不会 按照你们刚才的说法 因为中国人喜欢价值观要光明一点 要善恶分明一点 狼牙榜在我看来是你两三集一看哈 那个里面的人一出来哈 你马上知道它是好还是不好 在权力游戏你看了几季 你都搞不清楚这个人是好还是不好 你不能用 你不能用 纸牌屋也是比较 也没好人 对 纸牌屋都是坏的 但是权力游戏不一样 你里面的人 你没办法用好还是不好来形容这么一个人 但是这个戏呢 权力游戏呢 你很快就知道了 你音乐啊 脸像就可以干出了 那是不是像 我的问题是 是不是像中国的观众 最大多数的观众 他们不会接受像权力游戏这么一种对人性刻画的戏的 就好像像红楼梦这样的戏 如果拍成大的剧 大家是不接受 不是你看你看现实你就知道吗 权力的游戏现在中国观众也能看到 那当然没有看狼牙榜的人多 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平均值啊 最大公约数 真的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这个狼牙榜这个他们也说 就是说哎 好像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剧里边的角色呀 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 但是好像你都不讨厌他 这就至少说呀 所以我为什么说 他还是长 你看他北京北平无战事拍的 我觉得在性格深度上啊 在人性的这种深度上 其实是比狼牙榜更更接近真实的 对但是呢 对不起 那很可能是中年人的趣味 但是狼牙榜呢 他呢 有了这么一些人性的发掘 有阴谋有什么 可是呢 我就觉得他呈现出来的 是让最大公约数的观众啊 赏心悦目的 哎 看这么一个帅哥 而且这个这个胡歌 这个演员选的也合适 选的他本身他就是一个 是多少年 就十年前遭遇车祸 脸上缝了一百多针 他眼皮有点就是被三窥撞破 他真的是这样 对 所以有篇文章就是呼叫 胡歌的施以德 什么十年前被夺走的 终将会还给他 这个人就是沉浸了十年 眼睛 胡歌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